每年的4月2日是世界孤独症关注日 在这天到来之际 记者走进北京一所孤独症儿童行为矫正中心 探访这里来自星星的孩子 以及守护这些孩子的老师 荣露 是老师吗 荣露是什么 荣露是 学 学生 啊学生 画面中正在上课的老师叫李欣 他已从事孤独症康复工作10年了 李欣介绍 孤独症患儿最主要的问题是社交障碍 他们更多的是关注周围的环境和物品 在他们的眼里 其实是物大于人 自闭症呢 早期可能会存在于兴趣狭窄 然后他们还会存在一些语言交往的障碍 两岁左右 孩子一般都会发生了 然后会说一些简单的音或者是一些字 但是自闭症孩子呢 可能会存在一些语言发育迟缓 然后他们最主要的问题是社交障碍 自闭症孩子呢 可能就是自己玩 然后一直是一个人在玩 或者说他只对于某些旋转的物品感兴趣 或者说他只对于声光电类的玩具感兴趣 然后这会儿呢我们可能会需要带孩子去医院去做一下诊断 好了我要干什么了 那要干什么 检查 我要检查你啊 你再想一想 对我要检查 我现在要检查 我现在要检查 做文艺啊 对 像这样的对话 李欣每天都要重复数十次 他介绍 教授 新兴的孩子 与其他孩子不同 老师在给他们制定详细康复计划之后 同时也需要家长帮他们练习 家长的配合 至关重要 还有一个家长 然后我们俩经常吵架 然后因为那个家长很偏激 他觉得就是说孩子是打出来的 然后然后因为自闭症的孩子可能跟其他孩子不一样 然后他他本来规则意识就会比较弱嘛 然后在外人看来他可能是一个不懂礼貌的小朋友 我们现在统一 然后我们只说他的优点 不说他的缺点 然后总结他的优点 如果他发生了这种偏激的行为 然后你忍不住的时候 你就去换一个房间嘛 然后就尽量避免跟这孩子发生正面的冲突 然后就是经过一段时间 妈妈的性格发生了变化 然后你会发现 其实妈妈性格发生变化以后 这个孩子的性格也发生了变化 当妈妈不打他的时候 其实孩子也不打别人了 李欣告诉记者 孩子一天在机构待三至六个小时 其他时间都是在家里 家人是与孩子相处时间最长的人 治愈了家长 其实也就治愈了孩子 其实我们更多的服务对象 其实是家长 你治愈了这个家长 其实也就治愈了这个孩子 其实大多数父母都不接受 自己孩子是发育迟缓 或者是自闭症 更多的家长来就说 我们是发育迟缓 因为在家长的认知里边 就是发育迟缓 比自闭症更好听一些 然后我们在接到这个孩子的时候 其实孩子虽然小 但是有的孩子其实挺典型的 但是我们一般都会安慰父母说 我们现在不管他是什么 然后我们也不要去给他扣一个帽子 说是自闭症 或者是发育迟缓 但是我们跟同龄孩子相比 然后他确实跟同龄孩子有差距 他差距这个地方 我们是不是要帮他去追赏 然后是不是要让他去学习 然后是不是让他今后 能够更好地去接受生活 我现在想要休息 可以啊 休息休息再跳声 李欣说 其实孤独症孩子 只需要你用平时的眼光 去看待他们 多一些温柔 多一些体谅 多一些解释 走进孩子内心 他们就能感受到我们的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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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